傳說日本曾經有座不受法律管制的村落 那裡的村民極度慘暴 會讓俯砍死入村的外人 Hallio 我是樂七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 日本最著名的靈異村莊 全民村 全民村位於日本的福岡縣公弱市 也就是現在的全民水壩 在距離約1到2公里出 有個全長150公尺的舊隧道 在當時要通往村莊都會需要用到它 這座隧道已經成為當地的熱門靈異景點 許多YouTuber也慕名而來 據說這裡常常傳出女人的聲音 也拍到多張靈異照片 在當時 全民村人口數約100人 那裡四周環山 於是隔絕 在1994年 日本政府為了供水給福岡縣民使用 打算新建水壩 並將村民遷離全民村 但卻沒有將無親無故的孤墳遷走 水壩建成後 這些屍骸 就這樣被埋在水底下 從此便傳出過了水道後 手機會完全受不到信號 哈囉大家好 我是馬連姐 這裡是VS Media 想讓更多人看到你嗎 歡迎趕快來投稿喔 正夜會聽到各種怪異的叫聲 甚至還有很多人 到水壩附近自殺 在很久以前 這座村莊備受歧視 村民們經常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於是他們便開始 拒絕與外界有任何聯繫 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 甚至近親結婚 而通往村落的隧道口 有個金語告示牌 上面寫道 前方將不適用大日本帝國憲法 穿過隧道後 會先看到空曠的草地 擺放著許多廢棄腳車 繼續往前走 會看見一棟木屋 裡面擺滿了殘骸 接下來 將會抵達無法可管的可怕村落 相傳這裡的村民會拿著斧頭 並用異常快的速度朝你奔來 曾經有對情侶 抱著好奇的心態走進村落 沒想到竟遭到村民們亂刀砍死 並將屍體棄置於隧道中 一位職業班的保全 在深夜聽見從廢棄村落中 傳來了不明聲響 於是走進村中查看 但到了第二天 這位保全卻離奇失蹤 從此再也沒有人見過他 警方懷疑他可能是屍足落水 於是展開調查 最終仍然沒有巡獲遺體 這件事就這樣不了了之 1988年12月7日 五個新少年為了和女生約會 而打算偷車 正巧遇上剛從工廠下班的20歲作業員 梅山光一 並跟他說 我想載女生回家 車子能不能借我 梅山拒絕後 五個青少年就將他拖出車外 並用布袋套起來 瘋狂毆打 梅山哭著求饒 但他們仍不願守守 他們將他的手腳綑綁起來 丟進了隧道內 把汽油淋上後 就這樣將他活活燒死 梅山發出極大的悲鳴聲 一度想逃離隧道的他 就這樣掙扎著 直到被火焰完全吞噬殆盡 最後 這五位青少年被判處 無期徒刑 根據福岡市綜合圖書館的鄉土資料 記載著現在的全民水壩 前身是全民古村 當時有農業生產 並有青年團 婦女會等組織 雖然有提到部落遺詞 但並沒有遭受任何歧視等記載 更沒有村民持刀砍人的相關文獻 而現在的舊全民隧道的出入口 仍可以看見普通人家 也並沒有所謂的恐怖村民 由此推斷 以上的傳說基本上都是謠言 媽 你怎麼看的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是樂七 我們下期影片見 拜 我們下期影片見 我們下期影片見 我們下期影片見